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的誕生日 誕生日 誕生日 你們今天要睡內涼 請問你昨天睡得好嗎? 好 半夜四點起來 我們等一下要吃早餐囉 我們剛剛叫了一個在日本的台灣早餐店 看有什麼培根起司跟鮪魚起司 好 大家好 掰掰 我們要來吃早餐 掰掰 大家好 我們來開箱我們的今天早餐囉 而且它的台灣早餐是繁體製喔 100份喔 我吃的是鮪魚蛋餅 然後它上面寫著一個早安喔 早安 這是鮪魚蛋餅 很好吃 有什麼公雞在笑是不是 我今天吃的是開在日本的台灣早餐店 然後它這道料理叫做韓豆蛋餅 為什麼還聞它啊 沒有練吐司屁喔 不是 它有一種 我跟你講下面留言說什麼 它有一種很 跟台灣的不一樣的那種香氣 什麼香氣 有種味道 我就在聞啊 它有這種 好嗎? 來 五分 評分 五分我可以給3.8 OK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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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站這個了 這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新時代 我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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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來看 東大寺 還有春日大社遺跡 就是拿仙碑去餵路 跟各位講 如果你們是要去奈良公園的話 它就不是搭JR可以到的 你就要搭那個淨鐵線 就是類似地下鐵的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們要去奈良的話 你們是坐JR去奈良的話 你們要先從JR搭到 就是可以轉地下鐵的地方 然後去搭地下鐵去那個 淨鐵奈良那邊 才可以直接到那個奈良公園喔 皆さん 我們現在來到了奈良的某個公園 有一個小鹿耶 可愛耶 嗨 你看我們整個公園 到處都是鹿 到處都是 如果你現在去買一個那個仙被怪的話 他們就會靠近你囉 我們上次來奈良的時候 我們就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奈良裡面的鹿 就是一直生一直生 都不會就是爆掉嗎 就整個市區上面 都不會有鹿走到馬路上去 然後被人家撞死 或是就是 因為生太多 然後導致整個公園都是鹿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們感覺就是這個鹿的 樹量是有在控制的 應該是有在控制的吧 有人壞 我跟你講 小知識 因為奈良就是每一年啊 他都會有一個晚上 那個政府會把它定為國定殺戮日 好吧我們去買仙被 這可以買陸仙被 那你買一下吧 他一包是兩百元 兩百塊 他說快點買給我吃 快點買給我吃 嚇死我了 快點買給我吃 我們幾個人 我們買個 舅舅妹跟塔爾應該一個吧 快點買給我吃 他被泰喔 他被泰 一二 我腹死了 他們剛剛邊走邊大便 等一下 來這給你 我不敢拿 我不敢拿 你先拿等一下 啊 Oh my God 坐下坐下 還可怕一直撞 一直撞 嗨嗨嗨 嗨嗨 嗨嗨 他還在撞我啊 臭 救命 救命啊 他在撞我 路人不是 新卡幫我 我不要餵了 新卡幫我 我不敢拿了啦 我不要餵了啦 我只想要大便 他在咬我啦 拿去啦拿去 好啦最後一個了 誰要來拿快點 最後一個了快點 你要不要吃 你要不要吃 你要吃嗎 你眼神不夠真吃不好意思 我要給那個 比較瘦弱的人吃 你這個吃太飽了 菜牆壯了 我們去找有沒有 比較瘦弱的那個小鹿 這隻感覺比較瘦 給你好了 好可怕 我們去看舅舅妹 小姐你怎麼了 強暴現場啦 我們的勇者 看小鹿太可愛了 他決定再買一次 真的 他們真的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各位小鹿們跟我走 幹嘛小鹿跟我走 你不可以這樣挑釁他們 他們會打你 我跟你講 好 我看誰跟我跟他最後 那個才是就是 真正可以吃到我心背的人 誰是天選之路 就是千千讚了 這死阿舅到底想怎樣 好了好了 他們都不想跟了 笑死 這些路也很容易半土而廢 好笑 我們餵完了 你看我現在滿身大汗 而且現在都是路的口水 像我今天穿深色的衣服看不到 因為這些路 可能這些疫情的時候 沒有什麼關鍵課 所以他們就可能餓扁了 所以這次就是回歸 不是回歸就是 我知道他們報復觀光之後 報復性餵食 報復性飲食 報復性飲食 這樣不行喔 我們現在在減肥 請你有樣學樣 謝謝 你自己小心一點 好不好 你知道那皮脂肪30%以上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好 這裡是東大市 然後這裡面就是來那梁呢 一定要來的一間寺廟 Temple 為什麼一定要來 因為這邊寺廟 是非常古老的 Kaobe 是非常古老的寺廟 然後它每一個建築物的特色都非常的美麗 然後你不覺得它很大一間嗎 很適合拍完美照 然後你知道為什麼它叫東大市嗎 因為它在東邊然後很大 其實接近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們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它等一下東邊的建築會特別大 喔 所以叫東大市 你要去喔 好喔 亂掰的 反正這邊就是那個日本的那個 耐良的那個古蹟 對就是從很久很久以前留到現在的 一間寺廟 然後呢進去呢 就跟日本很多神社一樣 那在裡面就是可以就是 參拜 參拜 然後也可以求一些就是你知道那什麼 御守 御守 對對對 就是很多就是喜歡參拜一些日本神社的人 都會來這邊就求御守之類的 牧長給我看 欸好厲害喔 OMG 等一下我看 這樣遠看好像很美 來請你放大 尋印 皆さ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東大市的內部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間寺廟呢 足足大概有80個我一樣高 唉 做人好累喔 為什麼我要努力的工作 真的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想要當一隻貓 你想當那隻貓嗎 我想要喵 喵 我想要每天大便 每天尿尿 每天吃飯就好了 然後每天睡覺 為何如此悶悶不樂 我沒有我只是在放空 我們的頻道不能這樣子 請你講嗨 太好了各位 我們可以下去吃飯 我現在都是好餓喔 我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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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現在為什麼有我長進 而且是拍我自己 沒錯 因為這個頻道 歸我所有 現在就是日本的 欸不是日本台灣也是 現在時間是8月17號 沒錯 就是我們阿鳩小日常本人阿鳩的生日 我們打算給他一個驚喜 但我先說他疑似好像有發現 然後我們就準備了一些氣球 然後好像有看到氣球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把他慶勝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先假裝 找一點藉口 然後我跟學長就先回來 然後就來佈置現場 然後路人跟小曼他們去買蛋糕 那我們直擊一下我們的佈置現場 我們就是準備了這個 Happy Birthday的氣球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等阿鳩回來 然後就拍給大家看 各位我們準備好了 因為我們就是住民宿嘛 就不要黏在牆上 所以我們就是擺在這個 旁邊這個椅子這個柱子上 Happy Birthday 好了我們現在要架相機了 期待阿鳩的反應 他們回來了 他們回來了 反應基本上是要閃爪 我彈跳舞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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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還是很想要從前看到的節目 沒有我這裡有那個是垃圾 只是你那時候反應我那時候 反應我那時候 還想回來睡 你一定知道 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不知道 只是後來 泰泰跟我說十日快樂 我說 哇 先許願 先許願 我怎麼知道 這裡的願望 為什麼要再看 你要帶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 恭喜 三二一 再唱一次 三二一 HAPPY BIRTHDA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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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耶 哇 耶 禮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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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你感動 我真的要你感動 笑死 是 我也在驚演 不可惜 ilah 勇她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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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